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股市呢 昨天同样再次面临巨大的下跌压力 上证指数下跌了大约是1.82% 创下一个月以来的最低记录 深圳方面同样下跌1.26% 目前收盘是10246点 距离1万点大关又是仅仅是一步之一 另外欧洲方面呢 昨天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应该说是还是不错的 德国指数呢 上涨1.6% 法国涨了1.8% 英国涨了2%左右 但是到了美国时间段 虽然在上半段时间美国是出现了400点左右的上涨 但是在最后两个小时 三大指数再次发生回调 最终道琼斯纳斯达克和标普呢 纷纷下挫 大约呢 虽然幅度不大 大约也有0.1%至0.7%左右 那么在股市以外方面呢 黄金价格目前是下跌至了1314美元 从最高点回落超过50美元 同样石油价格在昨天也是创下了过去一个月来的最低记录 收盘收在61块7毛9附近 最后数字方面 数字货币上比特币价格最新 目前是升到了8000美元以上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跟大家说的就是美股呢 开始逐步气稳 而石油和黄金却是依旧下跌 那我们看到呢 昨天呢 美股是应该说呢 从开始的上涨400点到最后下跌 轻微下跌20个点 应该说是 虽然说对比过去两天 是减少了很多的活动 但是呢 依旧是没有出现连续的反弹 可是除了股市以外方面呢 像其他产品 尤其是黄金和石油 则继续在下跌 按理说我们知道呢 这个黄金是属于一个币价货币 也就是说当股市暴跌的时候呢 金价里应是在上涨 但是呢 非常意外的是呢 现在这个我们知道 美股从上周五到现在 一共下跌了2600个点 在这2600点中 这个黄金不但没有出现大涨 反而呢 还跌了30个美金 那么这个情况呢 也是非常的意外 另外像其他方面 像石油价格也是从高点的66块钱 下跌到现在的61块5毛钱附近 很让人惊讶的是呢 大家都会觉得呢 这个市场下跌 理应黄金应该上涨 那么现在黄金不但没涨 还出现了下跌 也从侧面呢 印证出现在市场并没有发生恐慌 大家没有呢 纷纷卖出手中的股票去追求避险 这也是让我有信心觉得 这一次的调整只是一个短暂的行为 而不会引发一场大的金融不进 那么为什么会这次导致黄金和石油 这些产品下跌呢 我们如果细心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发现 黄金和石油啊 它都是以美元来计较 换句话说 这些价格的下跌 是不是因为美元在走强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一张是美元指数啊 周线级别的走势图 它的上涨呢 上涨出现是在2014年 但是现在我们说到 它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价格 就是因为呢 它已经从过在12个月中 连续的从103的高点跌至了最低 达到了88.40 这个价格也是打破了它月线级别的支撑线 89.50 一旦这个支撑线再被跌破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2月份又是跌破了89.50 那么美元在过去几年所保持的一个上涨趋势 将很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但是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长期走势图 我们看到这几天 为什么黄金和石油价格都会上涨 一个都会下跌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看到美元价格指数 它正在从88.40底部开始反弹 我们看到它注入了两个底之后 目前的价格已经逼近到了中期级别的4小时分界线 一旦这个价格大约横过去看是90.50的价格 一旦冲破之后 美元势必将会有更多的上涨 那么美元上涨之后 以美元来计价的从黄金到石油到铁矿石到非美货币 都会出现相应的下跌 所以一旦美元涨上超过90.50之后 我们切记切记要十分的小心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观点 今天晚上澳洲时间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呢 澳洲央行行长会发表讲话 再到晚上11点钟的时候是重要数据 是英国的英镑利率决议以及他们的货币声明 以此今天晚上对于英镑的朋友 做英镑的朋友们来说 要切记财经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